如何评价美女跳水冠军唐颖二十岁退役后沦落到摆地摊的事情,人生的机遇有时候真的让人唏嘘,八六年出生的唐颖十二岁,开始进行跳水训练,天赋以秉的他曾经获得全国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冠军,全运会冠军以及女子跳水牙锦赛冠军,那是他春风得意的日子,那时的他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下一个跳水天后, 可天意弄人,在04年雅典奥运会选拔赛上的失利,以及伤病的侵袭,06年,二十岁的唐颖只能选择退役,而此后他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好样的唐颖退役后的唐颖仅仅拿到了一笔三万多元的津贴,很快,唐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,让唐颖没想到的是,他交好的面容,成为他在就业的麻烦, 退役后,作为知名运动员,他无数次无限接近一份稳定工作,可对方提出的潜规格等要求,让唐颖和这些机会擦肩而过,也正因为如此唐颖的生活过得一场窘迫,甚至只能到闹市摆地探讨生活。 但即便如此,唐颖在接受采访,时辰,既然我能站在最高领奖台,我一定也能迎来人生的第二次辉煌,不得不为这位小妮子点赞,这是谁的责任? 其实运动员以后的生活保障也该好好考虑下,唐颖的事情已经不是个案,也是大部分运动员退役后的常态,毕竟不是每个运动员都可以向饶名,刘翔带运动员生涯攒下无数财富的,运动员为了成绩,打小就缺乏文化课教育。 这也,让他们退役后,很难有一技之长,正如唐颖,如果不接受钱规则,那么他就只能目前窘迫的或者,制度保障的缺失,如果长期如此,试问哪个家长还敢把孩子送进体育圈,长久以后,中国的体育苗子必然会出现断代,无论如何,这国某部门是拿不掉的,你不能只想着如何收回招商权,运动员退役的生活保障, 也请你一起考虑考虑吧,综上所述,如行军打仗,想让运动员可以持续拿出好成绩,还是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,毕竟在为国效力后,流露街头,是在让人很为这些英雄们拿过。